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电影是有关越南战争题材的 影片讲述了澳大利亚皇家士兵在越南龙潭以寡敌众 英勇击退越军的故事 影片的名字叫做《危机龙潭之战》 影片在炮火连天的画面中拉开了序幕 1966年北约和南越爆发了激烈的内战 为了支持美国和南越对抗 北约的共产政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决定派遣士兵作战 这批士兵有志愿兵也有义务兵 平均年龄20岁 多数没有作战经验 训练三个月后 在八月份澳大利亚特险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并在南越普吉省内构建起了一号军事基地 虽然澳大利亚特险部队只在一号军事基地待了三个月 但是越共对这个桥头堡阵地耿耿于怀 决心尽早铲出澳大利亚军队 在战斗前几天 无线电信号显示在基地五公里内有强大的越共部队 但巡逻人员什么也没有发现 8月17日凌晨将近三点 澳大利亚一号军事基地遭到了越共的迫击炮 和无后座力炮的猛烈攻击 基地内部士兵毫无防备乱作一团 敌人似乎很清楚想要做什么 他们瞄准基地总部不断轰击基地内驻守的澳军 镇定下来后 锁定了敌人所在的位置 下令让火炮连进行反击 虽然这次南越共军的袭击只造成了有限的破坏 但却让澳大利亚特险部队指挥官感到不安 澳大利亚军队建立一号军事基地目的 是要以此为跳板控制普吉省 这样就可以控制该省的军事主动权 因此指挥官要求下属乘胜追击 作为对攻击的回应 澳大利亚皇家团第六营碧连受命 从基地向东巡逻 确定了南越共军的大概炮击位置 碧连完成了这个任务后 8月18日中午被地连取代 地连一路跟踪越军撤退的卡车痕迹 从迫击炮阵地走向了被遗弃的龙潭村 进入了一个橡胶种植园 就在一号军事基地以东 大约5公里处的这个橡胶种植园里 战斗突然打响 当地连穿过橡胶种植园时 十一排与十排在最前面 连长哈利与十二排在距离400米的后方 十一排在连队右翼 遇到了一个越南巡逻小队 经过短暂的交火 敌人向东撤退 十一排紧咬不放继续追踪敌人 十一排不知道的是 他们即将与敌人的主力部队展开一场更为激烈的遭遇战 下午四点刚过 十一排两名侦察新兵倒在了敌人猛烈的火力下 剩下的士兵迅速握倒 躲避敌人的攻击 一行人被压制在地上无法动态 排长用无线电紧急向连长报告情况 请求支援 于是连长命令左前方的十排紧急支援十一排 连长所在的十二排也加快行进速度 向前增援 十一排与越军兵力相差悬殊 但仍旧顽强抵抗 这是十一排排长确定了敌人所在的位置 向连长请求总部火炮支援 基地总部在确定方位后 精准封击了森林里的大批越军 随着十一排排长不断调整越军的逃算位置 奥军基地总部射出去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般 总能精准地瞄准敌人 但是敌人就像下锅的饺子 放到一波又来一波 没完没了 此时奥军基地总部的指挥官错误地认为 敌军的兵力只有一个排 一个连队对付一个排绰绰有余 然而实际情况是 十一排被越南共军主力包围 完全困住 伤亡惨重 到了下午六点 十二排在试图支援十一排时 受到了来自越军四面八方的攻击 越军使用了分割包围迂回穿插的战术 只可惜没有重火力的支援 如果把这场战斗抽烟到夜晚 并且阻止奥军装甲部队 那么地连就有可能被全坚 奉命支援的十排被地连激烈的火力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十排的无线电在战斗中还被打坏 无法联系后方的连队 就这样两个先前排都遭受了重创 战士陷入胶着的状态 地连现在被敌军分割包围 每个包围圈里的士兵都遭受到了越军的攻击 其中十一排有被歼灭的危险 在第一次交火后的一个半小时内 二十八名士兵中超过一半的人 在前二十分钟内受伤 十一排排长在锁定敌人位置时 也被榴弹打中牺牲了 他旁边的老兵主动暂带起排长的职责 向连长汇报战况 十一排弹药即将用完 战友死亡过半 他们需要更多的火炮之眼 于是接连不断的火炮袭来 终于暂时打对了敌人 第一连连长哈里少校 带着十二排和连部 驻扎在两个前进排的后面 这时十排的通讯兵带着伤赶来 报告战况 十排被大量敌军重创 他们根本没能与十一排会合 十二排的新兵拉吉听闻 擅自行动 想要找到十一排位置 在十一排这边 他们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 后方躲在茅草屋里的狙击手 发起了精准的打击 战斗再次打响 十一排全员向后方小屋疯狂扫射 击毙了小屋里的狙击手 这时 越南共军从四面八方再次开始围攻 老兵紧急向连长报告情况 敌人的兵力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激励总部获悉前方状况 但也只是保守的估计 敌军只有一个赢的兵力 连长哈利请求总指挥官紧急增援 要求出动装甲部队 同时还请求空军提供支援 这时 基地总部想到了附近的美军空军部队 于是请求友军空中支援 美国人热情地答应提供帮助 回到十一排与敌军激烈交火的战场 十一排在基地火炮的支援下 依旧难以抵抗不断靠近的越军 战友一个个阵亡 眼看就支撑不住了 这时 空中美国几架F4幻影战机飞临战区 十一排投掷烟雾弹 想要吸引友军的注意 怎料只有一枚的烟雾弹 竟然还是一枚雅弹 美国空军无法通过厚厚的云层 识别地面目标 在橡胶林上方盘旋了一圈 没有发现友军的位置 只是随意地在龙潭路以东的树林间 投了几枚炸弹 象征性地支援了一下 所有的炮弹都偏离了敌人阵地 随后美空军便撤离了战场 美军果然不靠谱 他们也不想想 奥军是为了支援谁才参加越战 十一排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进攻中 发现弹药已经告庆了 面对四面受敌的情况 老兵建议无撤退可能 于是向连长请求 希望基地总部 瞄准他们所在的位置 进行火炮轰炸 连长哈利陷入两难 他明白 如果他不下令轰炸 十一排全员都会被敌军歼灭 如果他下令的话 十一排有可能会幸存 虽然这一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很明显这是一个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决策 哈利上校没有再犹豫 拨通了基地总部的通讯 琴刻间 在十一排周围 铺天盖地的火炮轰炸了过来 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 连长哈利再也联系不到 十一排的任何人 这场激烈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地连的一个排就面临 全军覆没的危险 另外一个排生死未卜 连长所在的十二排全员 心情沉重 完全没有了作战之初的轻松愉快 这一时的天空 就如同众人的心情一般 阴沉了下来 一场暴雨接踵而至 这场雨为橡胶员的战事 增添了更为恐怖的气氛 新兵拉吉这时赶了回来 他本想告诉战友 自己找到了一条 通往十一排的路 却被告知 十一排很可能全军覆没了 血气方刚的青年士兵 直接质问连长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连长无言以对 随着雨势尽大 暮色降临 南越共军猝不及防地 对十二排发起了进攻 十二排匆忙的一边躲避 一边迎战 连长向军事基地报告战况 却发现没有增援部队过来 原来总部指挥官认为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地连面对的 根本不是一个营的兵力 敌人只是想把基地主力引诱出去 然后方便他们攻击基地 因此 基地总部不仅没有给地连任何增援 还要求地连立即返回基地 可是地连已经泥足深陷了 哈利少校明白 他们已经是进退两难 与其撤退丢掉姓敏 还不如主动出击 寻找前方是否还有战友幸存 连长公然带队 违背上级命令 十二排兵分两路 一队人马在拉杰的带领下 前去搜寻十一排是否有幸存者 剩下的人原地防御敌人 然后哈利又派遣一名年轻士兵 前去给十排运送无线电 士兵不如使命 顺利到达十排 两个排终于取得联系 哈利得知十排被敌人三面火力压制 伤亡很大 而且弹药不足 随即命令十排撤退到连部 与此同时 基地总部在得知地连弹药不足 最后决定冒雨进行空中支援 毕竟再不听命令 那也是自己的一支军队 怎么也不能像美国有军那样 两名勇敢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行员 在恶劣的天气下 从树顶高度空投了几箱弹药到地连 以弥补他们的弹药不足 地连收到弹药 信心增加了不少 此时 从十二排抽离的小队 在前去支援十一排的土种 与越南共军遭遇了正面冲突 小队在顽强的抵抗下 依旧无法到达近在咫尺的目标 终于在傍晚前 十一名幸存的十三名成员 在救援小队的掩饰下 冲出敌人的包围 并在烟雾弹的掩饰下 向救援小队靠拢 然而没过多久 枪声再次响起 十一排与十二排的救援小队 并未做过得纠缠 边打边向后方连部方向撤退 在基地总部 支援帝连的任务获得批准 首先 之前返回基地的帝连 被命令掉头去找帝连 第二 批准第三装甲车运兵车 分队前往帝连支援 随后 十辆装甲运兵车 载着帝连离开了军事基地 与此同时 基地指挥官严阵以待 防止越军偷袭 在途中的装甲运兵车 于群企图从侧翼 包抄澳军阵地的越购 发生了一次小冲突 随后部队重新集结 朝龙潭方向快速前进 在龙潭橡胶葱林内 趁着暂时的平静 十一十二排 得意与其他的部队重新集结 安顿好伤员 在战斗中 首次巩固了地连的阵地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 地连遭遇了越军无情的人海冲锋 幸运的是 他们占据的是一个反协面阵地 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 使他们免受步枪和机关枪的射击 这些子弹大度安全地 从他们头顶飞过 越军的冲锋异常坚决 他们愿意用勇气证明 即使遭遇重大伤亡 也愿意继续进攻 面对敌人汹涌的进攻 地连决定让总部火炮连 在他们附近轰炸 可是没过多久 军事机内的通讯射士 就被一声汗雷击动 地连从此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火炮袭击停止 地连不得已缩小了攻击范围 所有的士兵围成一个圈 等待援军的到来 周围寂静的可怕 他们知道越军的下一次进攻 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果然很快 越军再次发起冲锋 地连一边防御疯狂的敌人 一边不断与基地总部联系 在终于取得联系后 火炮再度行 狗难 敌人是地连的几十倍 他们根本阻挡不了 敌人前进的步伐 地连的阵地即将失守 但要再次拥近 地连开始用手枪射击敌人 用匕首与敌人展开入阁 起见拉吉 被命不要命的越军 一枪爆头 血腥兵从此倒地不行 战争进入白热化 双方都付出了残重的代价 地连的士兵 有的握紧军用铁锹 有的拿着锋利匕首 做好了与敌人最后一搏 英勇就义的准备 然而就在这一时 增援地连的装甲部队终于赶到 他们以50口径重击枪扫射香蕉员 以碾压之势驱散了进攻的越军 龙潭之战就此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战斗的结果逐渐明朗 简而言之 一个由108人组成的澳大利亚步兵林 在与两个越军部队的意外遭遇中 幸存了下来 这两支越军部队后来被确定为 275越军主力团和第445营 其中与澳作战的人数 可能多达2500人 战争的惨烈和带给人们的伤害损失 远远大于我们所能见到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铁哥的频道刚刚开始 还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铁哥聊电影 留言区一起讨论热血影片 咱们下期再见了